哇 開始進入這一次POMO的影片之前 想要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謝謝BANA MAMA 愛死人的提供 各位喜歡研究日常生活頻道的你們 有機會可以抽好看喔 就是這些 精油香氛旅遊小物 怎麼獲得它們呢 記得看完這次的影片 並且公開訂閱加留言 就有機會免費獲得 詳細的活動辦法以及精油小物的介紹 都在這次的影片裡 記得要看完並且分享給你每一個朋友 那就開始來看影片吧 GOGO 我們在POMO馬公機場 剛抵達澎湖 現在要領行李 就要展開這次兩天的行程囉 先拍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两天在澎湖住宿的地方 现在你们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两天住的房型精致双冷房 除了你们看到的双冷床以外呢 其他的走动空间我自己觉得还算宽敞 地板呢其实是可以摊开一个20寸的行李箱的 而且摊开之后还有走路的空间 另外呢它在两边的床头都有提供插座 包含一般的插座以及USB的插座 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呢 超符合现代人喜欢躺在床上滑手机的设计 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超级贴心 另外呢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其实是厕所跟淋浴的空间 它的设计是厕所洗手台跟淋浴空间 是三个互相独立的 而且淋浴间里面有浴缸 也可以淋浴也可以泡妆 被瓶的部分呢提供的也蛮齐全 包含有梳子啊 牙膏牙刷杯子等等 浴巾毛巾都有 而淋浴间里面呢也有提供 洗髮机沐浴乳跟润发乳 之外呢它还有提供 Dyson的吹风机 以及胶囊咖啡机 整体的房间的环境呢 跟设备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但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的是 我一开房门之后就有闻到淡淡的烟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央空调 再加上我对于烟味特别的敏感 所以那一个不适感跟灾度就有特别的严重 但还好这一次旅行的时候呢 我有带着Banama Iceland所提供的 梳棉枕头喷雾 所以一闻到烟味之后呢 我就马上把它拿出来 喷枕头啊棉被 以及就是整个房间的各个角落 虽然它的名字是叫做 梳棉枕头喷雾啦 但因为我这几个礼拜试用下来 我真的觉得它可以使用的用法 除了枕头以外 也可以当成空间的香粉使用 而且我觉得呢 这个是随身瓶的设计 所以你到处都可以去进行喷煞 不管是衣橱啊 半空环境 或是旅行的各个角落 只要你希望这个地方吃 是带有你自己喜欢的香味的话 都可以随时喷一下 然后另外这两瓶的味道 一个是甜梦 一个是宁餐 我自己是觉得这两瓶的味道 我都还蛮喜欢的 如果硬要选的话 我应该会比较推荐 甜梦的这一支的香味 听到这里之后 你是不是也想体验看看 Banama Iceland所提供的 梳棉枕头喷雾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现在呢 你只要公开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在这个影片下方 留言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 或者是段落 你就有机会获得 Banama Iceland 为你所准备的精油香粉组 除了我刚刚所介绍的 梳棉枕头喷雾之外呢 你还可以再获得一个 精油挂式香粉包 以及精油的小蜡烛 现在对于这些抽奖的争品 感到心动了吗 赶快来公开订阅跟留言 详细的抽奖办法 我都写在这部影片的资讯栏哦 赶快来看吧 把你的早餐焗起来 把你的早餐焗起来 现在呢要搭接驳车去 起车咯 上车 中央老街 好 走 好 走 我们下来的车咯 好 在后来的车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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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搭上了船 在等其他的游客陆细上船之后呢 就让我们出发去看烟火了 预计8点10分集合 然后8点半从来出发 所以就等一下哦 好 好 好 天阳号 是天阳号耶 哇 哇 爸爸耶 爸爸 哈哈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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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耶 一人一人因為外罩 外罩 在结束今天所有的影片记录之前 想要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Balana Iceland所提供的香氛精油组合里面 除了梳棉枕头喷雾以外的其他小伙伴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精油挂饰 其实它现在设计的很小巧 也蛮适合带出来去旅行的 如果你要带出去旅行的话 记得是要把上面的盖子 替换成它本来就有提供的这种塑胶的盖子 看到吗 就是这个塑胶盖 然后把它塞进去之后 一起放在它本来所提供的夹连带的包装里 但如果你其实是固定放在一个地方 例如车上办公桌之类的话 你是不是要留着一个塑胶盖 我觉得就不一定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盖子盖好之后 就固定的放在你的使用的空间里面 然后要怎么使用呢 就是你盖完之后 下面的精油就是上下摇晃 让你的上面开始有那一个精油的痕迹 就表示你已经顺利的让你的精油透过这个木头去开始上发对应的香味了 好 这是第一个香氛挂石 其实我在出来澎湖之前呢 有在我的自己放唤醒入的袋子里面放一个香氛包 就是长这样 然后它里面呢其实是桃克力 可以在桃克力里面滴上你喜欢的精油 配上它提供给你的香氛包之后呢 就可以随身携带 不管你是要挂在你的衣柜啊 或是像我一样丢在我的内衣 给我换洗用物包里面都可以 最后就是这一个香氛小蜡烛了 很可爱吧 那这些就是这一次要抽奖的香氛精油组的小伙伴们 再讲一次 如果你对于这一些香氛精油组感到好奇 也想要试用的话 记得去公开订阅加留言详细的抽奖办法 就看资讯栏哦 这里是延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